好回到来生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我们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 在今天的话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 在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这过去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过一次 谈到的有关乳铁蛋白这件事情 对于整个的头皮 这可能的修复 还包括呢可能白发变黑发 或者说是呢可以让头发的防掉发 防落发而且呢防秃头这件事情的话 哇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啊 那事实上呢听起来很多的一些时效 似乎呢也都证明了乳铁蛋白 这个当初我们这位来宾 在他的过去农科院 这个研究所里面研究室里面 所发现的这个乳铁蛋白 真的他这个效用是还蛮特别蛮神奇的 好那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 就是黄秀琴博士 那他现在又出了一本新的书 那这本新书里面呢讲到的是 进一步的去分析有关于呢 我们人的头皮 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黄秀琴博士 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跟头顶功夫 很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哈喽博士早安 蓝轩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对啊 我觉得上次我们在聊的时候 这个乳铁蛋白就已经听起来很神奇了 那对你们来说 其实研究头皮这件事情 就是好像永远没有什么尽头 就继续越来越多好玩的东西发现 对不对 我看你这本书里面 好像也很少有人特别去谈到我们头皮上面的微生物 的确因为之前我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会我们越研究的时候那个出现的主题越来越多 其实就是因为说我们每次出去办分享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一些朋友互动嘛 我印象很深刻啦 有一次我在分享完之后呢 有一个老太太 她的外劳推着轮椅过来进来听 她真的很认真 从头听到尾 有些人还打瞌睡 可是她都没有打瞌睡 我就觉得好惊讶 我结束之后呢 她就赶快跑来我身边 她就说 黄博士我头皮很痒很痒怎么办 都无解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可以试试看什么东西 那不然我回实验室 配个特别的配方给你 你试试看 看有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你这么好年回实验室帮她配特别的配方啊 其实我都会 如果有特别的案例的话 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 到底要怎么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尤其是一个老人家 你看她这么认真 从头到尾没打瞌睡 我真的超感动的 而且也觉得很 对她很不好意思 很愧疚 你知道吗 当下是觉得很愧疚 因为我没有 对她没有立即的解法 OK 所以我回来之后呢 我就想说 头皮痒这件事情 我以前没有关注到 因为以前在做生法或白法的时候 我是关注在头皮以下毛囊的部分 毛囊底下细胞 可是头皮这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关注 所以这个 这个是引起我觉得说 是不是年纪大了 这个是很多人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 是啊 因为刚才讲的时候 因为可能不止头皮 像我父母亲身体发痒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而且是我才意识到说 他不是那种抓了就算了 比如说皮肤痒 抓一抓 不是 然后皮肤痒超差乳液 事实上都不太有用 他们那痒是痒到说 会没有办法睡觉 会因此失眠的状况 对 后来我又把过去一些人反应的 我把这些客服的资料 全部拿出来看 结果发现很多人都会反应说 他头皮痒 对不对 没有解决方案 或者头皮屑 反复发生 没有解决方案 那显然就是头皮上面 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 后来我才慢慢关注到 就是说头皮上面也有微生物 微生物菌群一样 跟我们肠道的细菌一样 对对对 它跟你息息相关 对 所以慢慢的 我就把这个当成 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去执行 原来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黄旭林博士 他之前的话 我们曾经介绍过了 他是这个清大的 就是生物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博士 然后他在我们的农委会的 农业科学研究院 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了乳铁蛋白 所以这个对于 那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说 其实如果我们国家花预算 花资源 去做这些实验 如果发现有一些 真的是很有效的 可以帮助大家的话 其实他能够记转出来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他就得要 必须继续的再去 投入更多的研究 所以那时候你不过说 是因为去研究 猪的皮肤 然后发现它的复原能力非常好 但是后来又意外发现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皮肤复原 是皮肤上面还长出毛来 所以那时候你讲到的 就是跟毛发再生有关 所以你刚刚讲到头皮的健康 就是等于是另外你最近发现的 而且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再做研究的部分就是了 对 因为你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 皮肤的一些状况 像异味性皮肤炎 对不对 反复发生无解 头皮蟹也反复发生无解 为什么 就是你皮肤上面一些微生物 菌相不平衡 因为在我们的头皮上面 皮肤上面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微生物 以头皮来说呢 它有细菌 病毒 真菌 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就是蛮虫 就是像我们讲家里的城蛮 那个都是节肢动物 其实这些呢 在我们头皮上面都有 这样子吗 连蛮虫都有啊 对 然后这些呢 其实在我们头顶上面呢 都是和平共处的 所以我们叫做常寨菌 那这些微生物呢 它是靠我们头皮上面一些老旧的细胞 老旧细胞就是最外层的角质层 老旧了它会脱落嘛 就是废弃物了 它就是靠我们这些废弃物 还有我们毛囊里面一些分泌物 当成它的营养物质 它去生存 那生存了之后呢 它自己也会产生一些代谢物 对 这些代谢物呢 对我们皮肤其实也有好处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头皮保湿 对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头皮呢 对抗外面其他不好的那个病原菌 所以两个呢 是和平共处的 可是如果一旦你的身体状况不好 你身体分泌不好的物质出来 对不对 这些微生物呢 有些东西它不喜欢吃 对不对 有些东西某一类的菌 它特别喜欢吃 所以就会长得特别好 那该好的菌呢 它长不好 不该好的菌 数量要控制到一定比较低比例的这些菌呢 它如果长得好的话 那我们的头皮就会产生一些一连串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现在常常知道说 头皮蟹是那个什么 叫马拉色真菌 有些人叫做 早期叫皮蟹牙包菌 其实皮蟹牙包菌 其实皮蟹牙包菌只是其中一种 比较大的是鼠菌 鼠是马拉色菌 OK 它是一个黴菌 真菌 它过度增生了之后呢 它的分泌物呢 会造成我们角质细胞的发炎反应 造成发炎反应之后呢 角质细胞会过度增生 过度增生之后呢 会提早脱落 一般而言我们正常的代谢 角质层最外层要脱落 大概是一个月 可是如果说角质层过度增生 又发炎 大概二到七天 它就剥落了 所以你就会有大片的那种 白色的角质物质脱落 头皮蟹就是这样来的 可是我看有些头皮蟹 不见得是大块大块 很多人就是像 游戏男生 他穿西装 细细细 而且很细 那也是吗 那也是 它有不同的形态 有些人是干屑 有没有 是干燥脱屑 有些人是带油脂 过度油脂 还不一样 脂漏性皮肤炎造成的一些 油性的皮肤造成的一些脱落 所以它有各种不同的形态的头皮蟹 可是呢 里面参与的呢 都是一些维生物 我们讲维生物 因为我不特别讲说是那个马拉色菌 真菌 是因为说过去大家都认为是这个真菌 霉菌 后来慢慢发现其实还有细菌参与 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它是共同去作用产生皮肤的一些问题产生 那你现在这样的讲法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知道了 就是我们原来我们头皮上面有这么多多的维生物 而这个维生物的菌种 所以它是不是平衡 跟我们最近那么多年在讨论 肠道菌的菌种 是不是均衡这件事情是一样的重要 对没有错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这些菌是正常的 只是说它必须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才是正常 但如果说有一些外力 或者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出现了一些问题 它就会不均衡 对对对 那不均衡就会产生更多其他的状况 对 那我想问的是说 那这个不均衡 就你这本书讲到 头皮的生态这件事情 它的不均衡只会导致 你刚刚讲到的头皮线 头皮发痒 还是说连之前你在研究的 包括掉法 包括白法 都会跟维生物有关 有吗 有 其实你止漏性皮肤炎 有些人会止漏性的脱法 有没有掉法 那目前很好玩的是 我们也发现 某一类菌可能跟白法也有相关 不过这是我们最新的发现 真的 其实是真的有关的 只要你仔细的去研究 就某一个菌种突然之间增加或者减少之后 你头发就变白 对比较容易变白 然后变敏感 哪一种菌 像我们现在讲说 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菌叫 瘦瘦瘦饼酸感菌 造成青春痘的菌 平常它都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对不对 它是喜欢吃油脂的 我们现在发现 就是头皮很干燥的人 几乎都没有这个菌 因为我们会有毛发镜去检测 它的代谢物在紫外光底下会呈现紫色 会出现紫色 所以你很容易照光的时候 对就可以看到说 它所在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头皮很干燥 很容易敏感 干痒的人 这个菌几乎在它的头上看不到 很好玩 对不对 那后来我们给它调理了一段时间 对不对 让它的菌恢复的时候 就表示说它的那个痒好的时候 我们再去检测 它那个菌 它就存在了 对 很有趣 所以有些菌都没有 还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是 所以应该要有一些 虽然它会导致你青春痘 那是因为过多才会导致青春痘 头皮也会长青春痘 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的毛囊炎 毛囊炎 所以要一定的程度 否则就会过干 但是它跟你刚才讲到的 白发有关吗 其实有 我们现在也慢慢发现 头皮很油的人 比较油的人 比较没有白发 头皮比较干的 就是发质那些比较干的人 白发会比较多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 好像是这样 所以头发通常有油的人 就又黑又亮 又油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我们现在大概 这样讲 有这样子的趋势啊 OK好 我想可能有更细腻的 部分我们可以来进行讨论 但是呢 粗略的我们大概知道是 原来头皮上面有这么多的 维生物 有这么多的细菌 真菌病毒等等啊 那怎么样子让它呢 能够和平共处啊 均衡的展现 我想是最重要 我们就学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现场 邀请到的黄秀琴博士啊 他是呢 激活力学创研所啊 的这个总经理 那事实上呢 他负责的 继续的 是跟这个实验室里面的 一些研究室上有关的啊 所以呢 记这个先前跟他聊了 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个从猪的身上啊 这个发现出这个乳铁蛋白 它的效用之后 我们先看到呢 就是他专注在有关于 头皮的生态啊 来进行研究 那显然的 一段时间累积了一些资讯啊 蛮有意思的 不过我们刚刚听到 最好玩的是 原来你刚这样的简单的分类 确实就是 油脂分泌多 跟油脂分泌少的 油脂分泌多的人 我觉得回想我碰到的人 头发油油 头发都油油 黑黑亮亮的居多 然后呢 白发都真的 比较干干的 你看那个发色 白白灰灰干干 我通常会觉得 他们头发特别碰 对对对 有没有 对对 碰碰松松 对 就通常很少看到 白发是很黏腻的白发 好像是真的没有 所以真的是好神奇 所以都跟你刚刚讲的 做疮 搓疮比酸感菌 搓疮 就是长疮的那个 搓疮比酸感菌 那照这样的说法是说 那如果说 我们要让他这个白发 灰发少一点的话 我们把菌放进去 可不可以 好聪明哦 我原先也是这么想 结果呢 结果呢 这种做法是 其实是不允许不道德的 为什么 如果说他可以 就你说违反 违反天意 是不是 违反生物自然的 对 算是生物风险的问题 对 比如说这个 这是没有经过医疗认可的 FDA认可的 或者是我们的 卫福部认可的 就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当中 因为那是活的东西 增加一些菌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不是肠道有在治疗一些 那什么困难 困难缩状感菌 对对对 没错 对对对 然后用那个 一直分辨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之前早期也是不允许的嘛 对不对 最早收到有许可的是德国先拿到许可 美国呢还是不允许的 可是 都要允许才可以 可是这个治疗呢 大家又觉得很有用 对不对 后来那个美国的解法就是他弄个 类似那个 NGO 对对 请大家捐粪便 捐的用捐的 然后有需要的人再来 来做实验 对 再来说他要来申请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回避 规避FDA嘛 这其实都要 对因为 菌这件事情是 是很严肃的事情 会感染的 哦你这样讲 OK 所以我们可能太太清乎了 而且他真的就是一个活的东西 虽然他那么的小 对 因为这是属于感染源 像对 病原菌嘛 其实如果严格说起来 他也算一个病原菌 OK 很多菌呢 他在没有 就少量的时候 他还是算安全的 可是多了之后呢 他就会被定义为病原菌 嗯 了解 所以呢 当你要去做这样方面的实验 或者治疗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拿点好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 所以不能随便 拿人去开玩笑 OK 那在实验室里面 实验可不可以 实验可以啊 实验室我们现在要培养嘛 对不对 可是实验室在培养这个菌 也要特殊的实验室 特殊的微生物实验室 有这样规定 安全等级要比较高的 哦 这样子 OK 那你有打算去申请 然后做多看这个实验吗 有有有 其实我们有在进行 其实我们是把这个菌的菌液培养液啊 把它放到细胞里面 譬如说把它放到角质细胞 因为头皮最多的就是角质细胞 把这个菌的菌液放到角质细胞 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菌的代谢物呢 放到角质细胞里面 看跟我们的头皮的上皮肤的角质细胞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可以做到的就是说先在细胞的层次 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 那你预期多久之后可以知道说 如果增加它的菌会不会导致白发变少 其实很快 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菌液对不对 跟黑色素细胞共同培养 对不对 看黑色素细胞会不会出现黑色素细胞 分泌更多黑色素 其实就可以了 其实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实验 这样的OK太好玩了 那如果好消息传来记得告诉我们一下 会会会 等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反正就是不知道的事情 当你知道了 或者说没有被发现的事情 被发现了 总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尤其这个事情 如果说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是有更多的帮助的话 我觉得总是好的 好那这个有关于白发 跟这个菌种的关联性 我们先放到一边去 那回过头来讲整个这个头皮 那所以大致来说这个要不要请黄博士 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就头皮里面到底目前有哪些主要的这些微生物 而且重点在于说是哪些部分 你发现它的失衡会导致我们头皮的问题 那又是什么状况会导致这些微生物失衡 我们头皮上面的最主要的几个微生物 一个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在头上也有 葡萄球菌有一个叫表皮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这个是其实占我们头皮蛮大宗的 那如果它的菌比较多的话 我们会我们的头皮会倾向比较健康 因为它的分泌物可以维持我们头皮很好的一个 就是健康的状态 对对对的状态 如果它多的话 那还有一个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就大家比较熟悉会致病 对对对 会化膿的 会化膿 皮肤也是 他如果这个感染多的话会化膿 像那个如果异外性皮肤炎的人 你就会发现它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数量就相对比较多 表皮葡萄球菌的数量就比较少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它逆转平衡回来 对 那你可能症状会减缓 哦这样子 还有一个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醋酸饼酸杆菌嘛 对 它如果数量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那我们头皮就会比较不容易老化 因为刚刚讲说 它也会帮助油脂 油脂的代谢 对 所以缺乏它你头皮也会很干燥 很干燥 那我们刚才有容易生白发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菌叫做那个 马拉色真菌嘛 马拉色真菌其实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种 那现在大家都认为说 我们的头皮界就是跟它有关 事实上呢 它不同的种呢 也要有存在 也有它存在必要 有些种 它如果多的话 那我们其实头皮是比较健康的 比较不会有头皮屑 可是比较少的话 它反而会产生头皮屑 所以通常我们现在因为 因为对头皮上面的微生物呢 大家还不是那么熟悉 对 早期呢 有一点点发现呢 就认为说就是它了 所以我们的抗头皮屑洗发精有没有 几乎都是在杀这个马拉色真菌 所以你刚才就讲到的什么 什么牙 皮屑牙包菌 对 皮屑牙包菌 都是在杀这个真菌 对不对 后来目前现在研究 发现就说 实际上杀这个真菌呢 是没有效的 哦这样子吗 对 那当然抗头皮屑洗发精 其实有不同的策略啦 因为刚刚讲说 头皮屑的产生呢 它是角质细胞过度增生 对 还有它会产生发炎反应 对不对 还有这个 提早脱落了 对 对角质提早脱落 所以它的策略呢 就分为几种 就是有一类的洗发精 抗头皮屑洗发精 是溶解角质的 让角质 那里面的主要成分 可能就是水洋酸嘛 就提早让角质溶解 那你就不会 累积了很多的角质 脱落下来 不要让它脱落 这是溶解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抑制角质细胞增生的 它让你角质细胞 不要过度增生 你就不会有大片的 碎片可以脱落 一个是有了 把它溶解掉 一个是 还没有之前 让它不要长出来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杀菌的 OK就不要有菌 对所以 大概市场上分 这三大类的 三大类型 当然也有很多 也有一些是 混合使用的 混合使用 那你会发现 就是说 这些呢 都没有办法 彻底的根治 就是你可能 好一段时间 对不对 因为溶解角质 提早溶解 它当然 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就是没有角质层 没有角质层脱落 所以这些都是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又开始反复 反复发生 那如果持续用这个洗法精呢 那不就是可以持续的清洁吗 它会好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 好一段时间又开始 即使你持续使用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再加上这些洗法精 其实很伤头皮 很伤头皮 所以也有所谓的清洁过度 这种说法吧 对 就会清洁过度 所以它有好有坏 很难处理啦 那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变成说是 维持菌种的平衡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对 就像我们肠道嘛 常常拉肚子啊 干嘛干嘛 都很难好嘛 对不对 唯一的方式就是 你把菌养好了 好 但是怎么样 在肠胃里面 因为已经那么多年下来 那么多人在做研究 所以你会非常清楚 知道说呢 其实维持一个好的肠道菌种 就是你可能要吃益生菌嘛 对不对 那问题头皮呢 头皮又没有头皮的益生菌 所以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聊 I like healing sign I like radio 好 回到来讯时间 继续来现场 邀请到的黄秀琴博士 来聊天 我们在聊的是呢 这个头皮 上面事实上呢 原来是一个 小小的生态圈 里面充满了 各式各样的维生物 有菌啦 有细菌啦 有病毒啦 那其实听起来 好像觉得有点恐怖 但事实上 它如果是一个 均衡的状态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健康的生态圈 但重点就在于 当它失去均衡的话 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到的 有些菌过多 会导致什么油脂分泌太多 或者油脂分泌太少 那有些菌太多 可能会让你出现的 白发比较多 或者有些菌太多 会让你开始呢 长痘痘痘痘痘痘 或者是说有掉头皮屑 这个头皮增生 这个什么皮 就是我们刚讲的是 表皮的 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 或者说对总认知 角质层增生 会造成不断的头皮屑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 就会让你觉得 非常恼人就是了 那当然更严重的 就是回到 一开始我们讲到 不管是掉发 突发 或者说白发这些问题 但是重点在于说 那到底这些微生物 头皮上的微生物 是怎么变化的 哪些生活上的事情 会影响到 头皮的微生物的菌落 像我们在讨论 有关于肠道菌落的时候 也会讲到说 什么压力 什么吃的东西 什么什么 那头皮也是这样子吗 都一样 都一样 其实你吃进去的东西 我们很清楚知道 都会透过皮肤去代谢出来 我印象里面就说 如果我们吃油炸的东西 有没有 很快就会长豆子 你就很快就爆了 这些其实 因为这些油脂 它还是回过头来 代谢到我们的表皮上面 然后这些表皮上面的代谢物 那个微生物就会把它吃 吃了之后会反映出 各式各样的问题 就是这些微生物吃进不好的东西 它也会造成皮肤的发炎反应 就是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些微生物呢 跟我们刚讲 其实你想到生活形态 压力 还有饮食 还有你的清洁 卫生习惯 这些其实都有关系的 而且清洁习惯后来看 那个黄默士的书里 就太好太坏都不好 对对因为不洗头 对对对 那当然会不好 可是太好也不好 大家都只想不洗头 太坏 可是过度清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现代人 过度清洁反而问题比较大 大多数是这个问题 像我有一段时间就天天洗头 后来我自己也是有人提醒我 后来自己也觉得好像也麻烦 后来我就两天洗一次 其实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看你的生活形态 跟年纪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在讲说 头皮上面的油脂的分泌 跟年龄 跟遗传当然 我们现在在讲遗传还是最大宗 还有跟年龄也有很大关系 比如说一个人对不对 一个人一辈子 可能油脂分泌最多的阶段 是青春期 对青春期 荷尔蒙分泌比较旺盛 所以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你那个时候可能洗头的频率 要比较高一点 对不对 可是随着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你就会发现 好像现在每天洗头 头皮总是会觉得有一点痒 或者是说刚好碰到季节 更换的时候 秋冬 那个头皮会更痒 所以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啦 比如说你今天出去 你今天出去 对 常在外面走动 空气污染很严重 现在PM2.5真的很严重 所以如果走一圈 对不对 那你回来 势必一定要彻底清洁 清洁干净 OK 也不能死守着说我两天洗一次 对 那一天不是我该洗头的时间 就死不洗 对 所以还是要调节 所以一个是依照年龄 那年龄进来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 就是会调节 那一个就是说每一天的生活状态 作息 因为你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 会伤害这些菌种的 伤害这个维生物的生态圈的 事实上跟PM2.5有关 看来有点吓人 是啊是啊 除了PM2.5之外 还有那个洗发精 你洗头的时候 那些洗发精 还有你的护发产品里面的一些成分 其实这些都有关 因为这些成分都不是维生物爱吃的 维生物只爱吃我们头皮的代谢物跟油脂那些 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说 譬如假装我多久洗字头 也跟我用什么样洗发精 有关 对不对 有对 OK好 所以那 OK那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东西他爱吃的呢 因为在你书里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比较像PM2.5 他还包括像紫外线 对头皮也会有伤害 对 然后呢 外来物讲的 如果是这些合成的 比如说洗发精的话 就包括洗发精啦 护发乳 也可能都会有伤害 还包括整法的什么 发胶啦 发雕啦 这些部分可能 对对对 那这些我们怎么知道他健康不健康 其实应该归类为说 其实都不健康啦 就是尽量少用 对啊 其实尽量 就是尽量少用啦 对 因为我们最后有有有讲到说 减法嘛 对不对 简单嘛 就是这些能不用就尽量少用 可是清洁这件事情是必须的嘛 嗯 今天如果说你是那个短头发 对不对 头发也没有去烫 对不对 那你就不用特别还要用润发乳 护发素之类的嘛 对就简单清洁就可以了 那清洁的过程里面 清洁它又分为 你要看按照你的头皮状态 来选清洁用品 因为清洁最主要是 由界面活性剂来决定的嘛 嗯 界面活性剂就是 呃 有清油的一端 还有清水的一端 嗯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清油的一端 接触我们的头皮 把我们的污垢有没有 油渍有没有 嗯 把它带起来 然后我们在冲水的时候 清水那一端呢 就会把整个带走 哦是这样子 对这是界面活性剂的功能 就清洁剂 我们讲起泡剂有没有 OK 其实就是界面活性剂 嗯 那界面活性剂又有不同的分类 一种是阴离子的 阳离子的 非离子 两性离子 所以一般来说 阴离子的界面活性剂 清洁力比较强 嗯 两性离子的呢 清洁力比较弱 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 如果你的头皮呢 是油性的头皮对不对 嗯 那你可能就是可以选用 阴离子的界面活性剂 因为它必须清洁比较干净 对 嗯 那如果说你是那个 额 头皮比较干敏感的 嗯 简单讲你可以选 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什么 氨基酸洗发精啊 那相对是比较温和的 OK 就不会说有过度清洁 嗯 那如果在清洁过程里面呢 你觉得头皮洗了之后会紧绷对不对 嗯 你就赶快选用 再去找其他比较温和的产品 嗯 但我的意思是怎么看 就像你刚刚讲的东西 它上面都会写嘛 譬如说 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分泌油脂的 或者说你现在是年轻 油脂分泌阵旺的 你可能倾向于用刚才黄博士所说的阴性的 这个界面 对对对 它上面会写阴性吗 我们能看到这个 洗发精的成分会这样写吗 其实它不会 那个离子性是一个大分类嘛 它会讲出它的 譬如说现在最长的是SLS 可是很多都会讲说 它不含硫酸炎系的 有没有 很多硫酸炎系的是属于阴离子的 阴离子界面黄博士剂 对 它清洁力特别的强 所以它比较会刺激我们的头皮 头皮的角质层 可是如果说你头皮是很油的人 对 还是得用清洁力 要选这个 对对对 但是不是的话就不要选这个 对 然后我还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有一类的 就是抗头皮屑洗发精 对 很多人想说抗头皮屑洗发精要去油 对 有这种 有这种误解 对 我记得以前都会想说 预防头皮屑有没有 就会去买抗头皮屑洗发精 可是抗头皮屑洗发精 其实它也有界面活性剂的差别 那有些人它是其实是干 头皮干造成的头皮屑 可是他反而买了那种 含阴离子界面活性剂 清洁力很强的 这种抗头皮屑洗发精 就变更干 对 所以这个要注意到 因为太多人头皮很痒 有没有 头皮屑越洗越严重的 对 我们发现其实它都用错了 虽然叫做抗头皮屑洗发精 其实那个界面活性剂是不同的 而且回过头来要看你自己的这个根源是什么 如果你是因为太油是一种 因为太干是另外一种 对不对 对 OK 好 我们继续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轩时间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了黄秀琴博士 来到我们的头皮生态 那刚才讲到有关于这个洗发精的问题 我觉得听起来 还蛮专业的 但是也有点点复杂 尤其有一些专业名词 所以我们会把呢 这个相关的建议 洗发精跟要不要护法这件事情 这个在书里面的 这个重要的一些比对 跟市面上的一些洗发精上面 护法素上面看到的成分 所做的一些比对 适用于哪些头皮的特质 把它贴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 所以呢 有兴趣的朋友 或是有听没有懂的朋友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那除了这之外 我想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广泛的来谈的 就是说当 博士宁就研究了 关于这个头皮的状态之后 又知道说原来会受到这么多的 我们刚讲外来的一些状况的破坏 不管是紫外线的 PM2.5的 我们的洗发精 我们的护法乳 或者我们的生活作息 压力的影响 好那怎么样子 让它可以维持一个均衡 或者说已经有点坏掉了的 怎么重建 如果说你是已经受损了 对不对 头皮已经受损了 所以那第一个最重要的 还是你的头皮要保湿 保湿 所以你的头皮如果保湿做得好的话 慢慢的你的菌群会 渐渐的恢复那个健康状态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注意到你的头皮的PH 就是酸减值 头皮的PH值呢 比较好的状态是4.5到6之间 那我们在用的 使用的很多的产品 洗发精我觉得还好 洗发精是因为洗了之后 你马上冲水冲掉 因为水也是PH7嘛 所以你只要不要超过PH7 对不对 都还是比较好状态 如果说你是使用那种 会留在留存在头皮上面的一些产品的话 你要注意你的你的PH值 就最好落在4.5到5.5之间 你这样讲好特别哦 所以意思就是说 会什么东西会留在头发上 譬如说护发 譬如说你把头发包起来 包个半个小时 这个算吗 还是算讲的是指发胶 跟那个什么 发胶 只要你会碰到 对 你顺发路什么 你会碰到头皮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给某个他一天 出门的时候喷一喷 对 还有你用的 比如说养发液之类的 这一类也是啊 OK 那对我另外要提醒大家 就是有一点就是说 洗头发的时候呢 我们是其实叫洗头发嘛 其实是洗头皮嘛 所以你一定要洗头的时候呢 要先从头皮开始洗 如果你用护发产品的话 你从发尾 就由下往上 发尾开始 一直插到上面 才不会碰到头皮 因为你不管是那个 你的各式各样产品里面 都含有一个抗菌剂嘛 或者一些合成的一些乳化剂啊 之类的 这些都对头皮比较不友善 OK 所以对微生物来说 比较不友善嘛 他不喜欢吃那些东西 甚至一些抗菌剂或杀菌剂 他也会影响我们的微生物 所以你说这些洗发菌就润发乳 尽量不要碰到头皮 对 就是润发乳 润发乳 那洗发菌是要洗头皮的嘛 因为洗干净的嘛 对 那洗头的时候呢 当然也不要 我们一直强调说 不要过度清洁嘛 不要把你的 连你的所有该有的微生物都洗掉 OK 但是刚刚博士你讲到说保湿 我回来看你的书 保湿的概念并不是水 是油耶 是这个意思吗 保湿 维持油脂啊 其实头皮的保湿 头皮的保湿 因为是讲头皮的保湿 其实头皮的保湿 是维持我们的油脂 没有做皮脂 维持我们的皮脂 就是一个就是 不要把我们的皮脂给洗掉了嘛 过度洗掉 对 通常我们洗完头之后呢 半小时后 他我们的油脂有没有 我们自己的皮脂腺 又会开始继续分泌油脂 几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头皮又充满了皮脂 所以这些皮脂都是保护的保护层 因为它皮脂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油脂嘛 对 封住之后呢 我们里面细胞的水分才不会散失嘛 才不会往外增散掉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角质层会不会过度剥落 有没有 它靠我们的细胞里面的水分 跟PH值去调控的 如果它今天觉得水分太低的话 它就会剥落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保湿的概念就是维持我们的头皮的皮脂的分泌是均衡的 所以如果你洗完头就觉得很紧绷 那事实上就是代表太 洗得太干净了 太干净了 OK好 所以这个部分保湿是一个 然后维持一个相对是弱酸的 对 弱酸 这样的一个环境是重要的 还有温度嘛 你头皮的温度嘛 一般都是30度左右嘛 就是你天气很冷的时候 你就是戴个帽子嘛 天气很热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讲说 那个机车族会戴安全帽很闷热很湿 对你的头皮就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OK 过热过闷当然是比较可以理解 但是冷的话呢 戴帽子本来只是觉得是郁寒 但事实上还是保护头皮的健康 对对对 头皮健康 这样子 因为微生物喜欢生存在30度的温度嘛 OK好 如果说当黄泊室还有更多的一些新的研究跟新的发现的话呢 欢迎再来分享 谢谢咯 好谢谢 拜拜 拜拜